李佳心、吴韦豪、徐穎、张国强 陈庭恩等这位剧集 有种好男人宣传造势 他们在专业教练指导下 挑战不同的高难度动作 剧中饰演母子的阿丽和Riko 戏里戏外都很合拍 都是因为你够轻 我怕事的 其实初中她说做一个商人 现在我很害怕 还叫我一字马倒树冲在巴黎铁塔 我很害怕的 因为我有拉筋 但都是一些轻轻摆 这个已经是OK的 我觉得都很成功 因为之前我和周家乐有做过这个动作 我不记得是什么活动 然后我们是完成不了 手腳伸不到直 但可能我现在有拉筋 OK的 又不错 不错 之前你见到访问里面 Riko说跟你在戏里的关系 好像前世情人那样 你觉得是吗 哎 直接心肝定 都是前世情人 有时前世情人都会做错事的 都会得罪 得罪妈妈 所以不是就是激死了 这些日心肯定 又好像前世情人那么甜蜜 又走出来好像子弟那样 相处朋友那样 但偏偏去做的事就 哎呀 令到你很激心 激到你 做这样了 就是那种 那才有戏做 有没有激到说 以后都要生女母生嘴 不是 反而人可能真的犯贱 我发现后发觉 早知道我早点生 早点生不就有个这么大的子 陪我玩 对吧 是吧 Toby在剧中有场大租美腿 知识有马得钟的气氛 网民和观众看完都哗哗声 还激赞他这双白滑美腿 零下痴 客官士有没有说什么 特意想想想想想想 其实我记得初初的剧本 他写出来类似是这样的 但我们跟他写出来的 是有难度的 我们立即现场地试一下 踏脚上去 踏了几次试一下 究竟怎样做 才做到那个感觉 是没有那么假的 那男性有没有看 我当然逼他看 他有什么东西 我爸爸我妈 Benny 我的英雅 那些狗全都要看 没有回应 我真的没有说 正在等着怎样 我的腿他们都见过 是 明白 我的腿他们都见过 所以就没什么特别 之前男朋友生日 你们去了直升机的停机评计 是 是 是 到时候迎接2023年 有没有什么 我写定在家 是吗 因为其实就是明天而已 是 我要开工 不过本身是买了张敬軒飞体的 但是轻仔病了 唯有让他痊癒之后 既然轻仔也休息 所以我也决定在家休息 是 是 剧集播出之后 KK就被封为颜色富豪 佳因他在剧中会和很多女性周旋 和以往的角色有很大差异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颜色 其实我就是风流一点 是 是 有钱了 当然很多人就捱我身 我又不会抗拒 跟阿D做非常之好 提升了我们大家整个戏 很有质感 大家都对艺术 原来这么有向往 所以我觉得这场拍得 真是挺浪漫的 太太有没有看 有什么回应 他说想不到我可以做到 因为平时和你形象真的很不同 是 我觉得这次接这个角色的时候 监制都想我做这一件事 他也做完之后 他说想不到我可以做到 这一样的角色出来 希望观众都可以喜欢